特首蘭鎮英今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諮詢報告 而政府今日亦舉行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布報告內容 重點包括社會大眾普遍期望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 亦認為行政長官人選需要愛國愛港 報告亦提及行政長官候選人數目 以及委員會的組成人數及方式 另外報告表示主流意見認同 《基本法》規定提名權只是授予提名委員會 間接否定公民提名 更提及若果政治團體不妥協或會錯失2017年的普選 但報告卻沒有提及市民所關注的國際標準普選 及公民提名是否符合《基本法》 令到部分在場的泛民議員不滿 鶴亂、鶴民思潮及民陣隨後更加召開記者會 表示報告並沒有如實反映民意 揚言最快會在8月底發動公民抗命或佔領行動 有政治評論員認為報告算是全面 但亦有評論員認為政府有意避開激進的問題 被中央作決定 總結了過往的諮詢期間 社會上市民發表了意見 包括了之後622或7日遊行的諮詢 都比較全面 中央全國人大那方面 當然因應特首這個報告 他確定是否可以進行修改 然後回到後應該就一些具體的原則 作第二輪的諮詢 現在這份報告其實寫得都是 他分析的部分其實很多都是寫得比較保守的 那我不排除有一些行動派 就是說會因為這個寫得比較保守 然後覺得應該提前啟到一些行動向北京施行 但是正路我相信他的如意算盤 他之所以不即時去否決了政黨和公民提名 就是他想將那個矛頭 將那個球踢回中央 也不想即刻啟動一個衝突 梁振英希望人大8月下旬會作出決定 並預計今年年底特區政府會再作諮詢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